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道德经 四十九 这一章非常难 从字面的意义上来讲很难 所以呢 为了要让字面的意义解释得通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 迂悔的谈谎 那当然啦,我那样子的解释 是不是得您的信任 那一回事,听看看 因为他的很多基本概念 这一个章节基本概念 跟我们一般日常生活当中的 你很习惯的那种行为跟作为 是颠倒的 老庄常常是这样子 我们说那叫辩证对凡 未必没有道理 是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透过这一种 矛盾式的写法去更深入的 进入到另一个领会 对,他常常是这样子 有一些道理 他是辩证也好 他不是像我们眼睛所看到那么直接 一般生活中那么直接 他需要有一个领悟的过程 这也不难啊 我们其实人生上领悟某些东西 领悟爱情是苦的 领悟爱情是空的 这个跟一般正常的生活不太一样 一般爱情是甜美的 爱情是怎么样 我们有时候领悟这样 领悟要读书 这个领悟也是代价很大 通常大家都不爱读书 读书有什么好 领悟 他也是现实生活中的 但他就是说一般一般的状况不太一样 你需要从一般的状况再往上爬升 再往上爬升 那个叫领悟 那我们要往上爬升的过程当中的那个契机 你从这个层次 从这个档次要往上爬升的那一个契机 有一个点 这个契机 啪 往往就是跟现实 这是一般假的 这是一般日常生活 他就是跟一般日常生活 那个东西不太一样 啪,想读书了 好想读书 那个感觉就会跟一般生活不太一样 一般生活你干嘛读书呢 吃喝玩乐啊 对不对 就好想 为什么不知道 突然觉得 渴望爱情 渴望感情 有一天突然觉得 那虚幻的 为什么不知道 它有一个刺激 要一个打击 要对立 所以公子说读书也一样 不愤不起 不菲不乏 有些冲突 有些矛盾 有些刺激 你在那种啪 跳到 其实这也是人生啊 它只是这个现象不同的体物嘛 我们说这个叫A 这个叫V V在A字上 V电机于A字上 但V是更高档次的东西 这个我要坚持 身边修档次的 没有档次谈气质 就没有意义啦 没有档次谈修行 就没有意义 那档次是我用很刺激你的讲法 这个 你说读完大学 看高中 有没有变化 有 这个变化怎么讲 这个变化我要说档次 你也觉得 为什么档次是生命的变化 那也可以 终究不一样 生命会不会不一样 那个不一样 是一个否定的过程 你大学跟高中看起来 你否定高中才能啪上去嘛 有没有 啪上去 那个是一个否定的过程 人如果在现实的红尘当中 现实的世界当中 你要让你的领悟理解 仿佛读完大学去看高中那样 是一个啪 一个跳跃的过程 一个理解的过程 那立刚要一个否定 要一个对现实生活中的 一个否定性的表现 可是这个否定性的刺激 让你理解之后 你跳上来 你也是在这个红尘嘛 你只是用一个更高档次的 视角看这个世界嘛 你高中看这个世界 跟大学看这个世界 看到的世界有不一样吗 还不是那个世界 意义不一样的嘛 对 意义不一样的嘛 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 这一个地方 往往它需要有一个很 刺激你的 啪 对立的 对立的语言 让你上去 让你上去 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我们先把 先谈一下 这个语言就会这样子 这第一个语言 第二个语言 第二个 第三个语言 都会跟你一般正常的概念 不太一样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之心为心 那 以百姓之心为心 那么多老百姓 到底你听哪一个心 每个老百姓都一样吗 对不对 那你无常心 怎么可以称圣人 我们一般概念当中的圣人 应该有一个 修身养性也好 体道 体德 体人 五心就一个什么 对 没有 没有 没有就算了 他以百姓之心为心 那现在这个是要 怎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跟你一般的生活的概念当中是 冲突的 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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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者无善之 不善者无益善之 得善 好的也要 要坏的也要 干脆不要 什么都有 得性 信者无信之 不信 好的坏的通通要 那就没有好坏 没有好坏 凭什么谈好坏 凭什么要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正人代天下 意为天下 魂于心 这个跟上面那句一样 正人皆孩子 百姓皆住其耳目 你都把人家当小孩子看 或者说让 怎么会是小孩子 一般我们说这个人要成长要变化 那个潜持用具都 跟你的经验值不一样 你会在这个冲突里面 嘣的一声 体悟到什么吗 老子就是这么一本书 跟佛经有一点点像 但比佛经更刺激 佛经会讲故事 你看法法经 误一堆故事 从故事里面去误 他没有 正面跟你对立性的语言 跟你经验对立性的东西 啪对对对 对对着看 可是对立又怎样 对立你一定可以理解吗 未必啦 有时候你只是 可是看得懂的人 到这边啪就懂了 我也怎么这么讲 那我换一个解释 来解释看看好不好 那什么意思呢 结果是这样子 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一旦讲 独牢庄 独牢庄的一定要先相信 生命有一个更本能的东西 更深层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道 这个叫道 道无形嘛 这有一个 有点违心 生命中一种 一种很本质性的东西 它会随着你不同的生活环境 而有不同的变化 外面的经验现象 其实都是一个暂时的变异的 我们其实是要透过这个东西 去感受到生命最本质的东西 这很简单 好像每个都这么讲 真的也是这样子 所以圣人无常心嘛 这个外面的这个东西 不是 我们试着从自己 甚至从老百姓的他人 以百姓之心为心 为什么以百姓之心为心 因为那一个现象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现象 去感受到生命的本质 那个道心 以百姓之心为心 道心 每个人的生命中的本质 因为每个人的现实状况不一样 它长出来的样子本来就不一样 我们不可以从外面的这个东西去执着 要从这些现象里面去看到 内在本质的东西 你如果这样懂就 所以 好的人 从好的人看进来 坏的人 也从坏的人看进来 得善 看到没有 什么叫得 得 我们叫道德经的得 道是指本质的东西 德是指书性的 特殊的书 每一个人特别的现象 对 德善 对不对 每一个 用很佛学的角度 你 或者是用儒家 王阳明讲的 王阳明讲的 圣人眼睛看出去 每个都好人 每个都圣人 对啊 好的人身上 你可以从他的好的行为当中看到他的本质 坏的人也可以从他的坏的作为当中看到他的不得已跟委屈 不得已跟委屈 里面的本质 就是这样子 信者无信之 不信者无信之 德信 不管外面的现象是怎么样 我能够从外面的现象看透到生命的本质 理论上这么讲 贪何容易 但我们终究是理论上标的要先讲出来 所以 有多难不难 问题是理论知解归理论知解 你有本事吗 你看你的情敌能够看得跟看到孔子一样圣人一样的好吗 你喜欢 你喜欢跟不喜欢明显的钥匙 你怎么可能突破那种 方向就是在这个地方嘛 就是这样子 一样 以天下魂其心 百心皆助其耳目 就会是这样子 每个人为什么要助其耳目 什么叫助其耳目 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今间世界嘛 他要赚钱 他要读书 他要考研究所 每个人都很努力做这个事情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有各式各样丰富的现象 还什么叫海看 我们看那个 助 圣人皆还知什么 死何而无欲 如因而般 什么叫因而本能 本能就是 你从因 这是老子的比喻啦 他就想 他就喜欢爱情嘛 他谈恋爱嘛 他要读书啊 他要干嘛 他要赚钱 生命本能 可我们从本能 小孩子的本能里面看到小孩子的可爱 就这样子嘛 你要从各种面向里面看到内心的东西 而不是去分别那种东西 那是对圣人的要求啦 所以圣人这孩子 以天下分其心 从天下的混沌好里面看出道兮的可能性 就这样不难 认真讲不难 但你相信吗 你相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人好里面都看到更本质的东西吗 你相信吗 相信了之后 你有能力吗 要相信这件事情 有能力又是一个修行的事情 你可以走到一定程度 你才能够 对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知道了 那是你生命 push你自己生命的方向嘛 那要问题 这就是修行的问题嘛 所以有时候读老庄就是这样 修行的问题更胜于理解的问题 我现在跟你讲 假设我的理解没错啦 我这种解释你也可以接受 And then so hot 你愿不愿意让生命变成那样 那才核心 基本上是一个相识理解的问题 好 那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